好的,今天這支影片是要介紹我到平鄉舊城區的西門市場購買中藥材天馬的一個過程 OK,我現在所在的地方是西門市場 西門市場這邊呢,就是基本上就是賣中藥材特別多,還有一些食材的 我們進去看一下 大部分早上會人比較多,下午比較沒那麼多 這都是藥材的屁方 老城區的 非常多的 一家一家的 各位應該很好奇為什麼我常常往中國大陸廣野跑呢 因為說實在的 這邊的很多東西啊 我都會從這些批發市場購買 帶回台灣,因為真的很便宜 剛剛在這家買的自然粉 乾辣椒 這一家正在正前方開始在磨 煎麻,再打粉 哇,你買這麼多啊 這幾道都很忘記 這幾道光,你看 這幾道市場購買的很多真藥 還有一些食材用的 一些中藥 都非常好 這實在的價格很便宜 比在台灣的價格 會便宜很多 但是帶回來記得 在台灣的好官員 有限制開粉 買的天麻 在那邊讓它打粉 那我趁著 在等待的時間 出來逛逛看一下 這周遭有什麼東西 連茶葉也都有 食材方面呢 後面這邊大概是去乾貨 走進來之後 這邊就是菜市場的部分 西門的一個菜市場 這個老城區的西門市場 讓我感覺好像南北雜貨 什麼都有 最主要還是中藥材 還有一些食材方面的一個批瓜 同時呢 在這邊也會看到有賣乾辣椒 果的乾辣椒非常非常的辣 給各位看一下 好啦,影片就介紹到這裡 我們下次影片見